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数是从之前的高峰2万多当然已经降下来了 政府也在今天宣布他们要推出简化版的SOP 因为他们要让各行各业赶快复工 复苏经济 我们知道一些行业之前也是过寒冬 挨得非常辛苦 比方说按摩业 戏院这些等等 在近期也是慢慢开放了 全球方面今天单日确诊是30万 4906人 全球死亡今天是4289个人 不过今天马股稍微回调的一天 因为今天亚洲是有回调一些国家 比方说中国的A50的指数今天也跌了一个2.2% 我们马股今天下降的counter477个 上涨的只有446个 所以今天Mapai又疯狂了 飙了23.8% 那么这家公司最近也是要改它的名字 改成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CEKD今天起了一个7.9% 这家公司也是才挂牌不久的 明代起了13.2% 他们还是要做private placement 金属股今天也是不错啦 我们知道比方说钢铁 Aluminium这些金属股 金属的价钱最近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Heptag也起了一个2.2% 然后CMSB起了一个6.5% 它最新业绩YOY是进步184% 然后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Ernst Topic 就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所以截至今天相当多的选股 回仇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Hackstar Global也起了2分 所以在1块4毛4 Hackstar之前我选它before他bonus issue 是50.5分 也派了股息5.6分 这一年6个多月也是有367%的回仇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9年 Me Tenovation今天也起了3分 所以在3块8毛4 那么最近完成了private placement 早之前我选me before他bonus issue 是1块6毛7 也派了股息10分 这两年4个多月也是有251%的回仇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8年 然后UNISAM今天也起了1分 收在4.09分 他们最近完成bonus issue 早之前我选UNISAM before他bonus issue 2块5毛8 也派了股息14分 这两年4个多月也是有222%的回仇 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上一个7年 但还有其他的选股我这边不说了 so你可以来join这个选股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我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政道 当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大士巴菲特 他本身是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研究 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他公司的董事局的成员 未来利润的潜能 市场负债表 现金流股息的派发等等 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 这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疫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全球经济能够 反弹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只要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所以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潜聊 这一家公司就是Marsing Group Berhad 它的code是Marsing 这一家公司 中文名字应该是Marsing集团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么今天不错啦 逆市起了一个5.3% 收在79.5分 你看为去年3月份熊市 那时候它的股价被丢到只有33.5分 所意味着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33.5分 飙到今天的79.5分 飙了一个137% 超过一倍的账幅 这一种账幅 其他公司 搞不好你要花上5年的时间才会有 它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非常不错 它的市值marketcap 19亿的一家公司 NTA1.401 高过于它的股价 当然 你可以看到很多property的公司 它们的NTA 都是高过它的股价的 不过Marsing它有一个优势 它是Net Cash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高达8.1亿 Current Ratio 3.41倍 Earning yield 12.45% 所以新业绩8月30号出炉的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连续4个季度 QOQ profit都在进步当中的 那么对比上个季度 当然这个季度的revenue收入 OK 这个季度的revenue收入也是增加了上来 这是为什么它的业绩是可以进步的 好 我们来看 就是Marsing 它本身主要的业务 当然是产业发展 property development 它本身其实也是有做manufacturing 它本身有制造一些比方说塑料的产品 跟现在最新的当然是手套 Glove 除此之外 它还有经营hotel 酒店 台湾叫做饭店 OK 这些都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那么作为产业发展商 当然它最主要的贡献的地方 还是来自巴申谷 OK 巴申谷是它最大 整个集团的一个贡献 因为这个first half financial也在21年 头六个月的sales 百分之八十八百百分 都是来自巴申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project 其实都是集中在巴申谷比较多的 那么Johor那边有9% 然后剩下来3% 就是在Benang那边 这三个地方是它的 project一个地方来的 那么当然最近巴森谷 它的状况也是比较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巴森谷那一带 目前确诊的情形 已经大幅度下降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巴森谷现在也是来到 国家复苏计划的第四阶段了 已经去到比较后面了 所以他们相信他们今年的Sales Target 就是整个集团 他们希望property的Target 能够卖16亿 在今年Financial有21年 那么其实在这个Financial有21年的 前面的8个月 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个Sales 11亿了 OK已经完成他们Target的68% 前面的这个8个月份 所以剩下来4个月份 他们要卖那个Balance的Target 是5亿的project 他们觉得完成度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前面8个月 因为前面8个月我国经历了非常多 非常时期 Full MCO 然后6月份又lockdown shutdown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情形之下 他们在前面8个月 还是能够有一个11亿的Sales 那么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开放解封的阶段 他们当然是信心满满 他们觉得4个月来聘5亿的Sales 应该问题不大 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么至于他的project site的construction 那个建筑的进度 他们说其实在上个月9月份 已经完全的恢复了 9月份开始 他们site的那些construction 已经100%的员工在跑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project 也是可以说进展 也是问题不大 因为目前已经完全在跑了 不像之前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那么除此之外 他的管理层也是有提到 就是他们有打算把旗下 manufacturing的segment 就是他生产那些plastic的产品 跟生产手套的这个部门 manufacturing的segment 他要在5年之内把它挂牌上市 然后最可能的地方就是在香港 因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香港 而不是马来西亚布莎来挂牌 我觉得主要原因 是因为如果你选择在香港的话 可能PE会更高 OK 我们知道香港 有时候你第一天挂牌 就起到非常非常疯狂 所以他们暂时说 最大的可能性 应该会在香港 5年之内 要把生产的业务 跟它挂牌上市 因为他们说 这个manufacturing的segment 过去三年的CAGR 都有7.6% 那个成长率也算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至于很多人关心 他的手套新的部门 及时能够做出贡献 管理层是说 应该会在第四季度 来临的这个第四季度 你才会看到 他的手套的部门 才会有一个比较可观的 一个贡献在那边 所以目前他的手套的厂 他们预计当中的12条生产线 前面8条生产线 已经完全开跑了 在生产 然后另外2条生产线 目前是在做testing的 在做测试 那么最后2条生产线 他们说 预计在11月底之前 就会开始开跑了 OK So Face 1 当然它是12条生产线 第一阶段的 这个手套生产的工厂 他们是说会看行情 如果他们觉得 手套这个部门 是有利可图的话 他们才会做 所谓的Face 2 就是另外12条生产线 目前来说还是太早了 因为他们要等到 前面12条生产线 完全开跑之后 他们才会做一个评估 OK 那么好 我们来看它这个8月份的业绩 就是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So YOY来说 它也是很大的进步 这个季度 因为YOY它的revenue收入 去年是3亿 来到今年是4.4亿 那么当然收入增加 它的PAT 税后利润当然也是YOY 暴增上来的 因为去年它只是赚一个1519万 来到今年它是赚了4040万 是增加非常非常多的 So展望未来 他们是对他们的 property的部门 还是信心满满的 因为他们说在7月份的时候 他们有做一个project的preview 就是它的M Vertica Zeras那边 最后一个block 他们叫做Tower E 在7月份 他们有做一个preview 然后相信反应应该是非常不错 很多potential buyers都有去看 都有去拿资料 所以他们是觉得 property在剩下来的4个月的表现 应该是会非常不错的 然后最近 Marsing当然他们也是开始注重了 就是ESG 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这个ESG 就是当然最近西方 他们很看重了 就说你这间挂牌公司 你是不是有注重环保 注重社会 你们公司的管理各方面 就是符合西方的那一套标准 因为ESG 如果你一间挂牌公司的ESG的rating 如果很低的话 那就糟糕 就是可能西方很多国家 都不会和你有任何生意的来往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比方说Turt Glove 顶级手套 他们最近就一直在强调 要改进他们的ESG的一个rating 当然好在Turt Glove 那个美国的bank已经被解除了 他现在可以把他的手套 卖回美国那边去 所以Marsing看到这一点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是很注重 现在ESG的rating 现在很多挂牌公司 因为他们ESG的rating不错 他们也在6月21号的时候 正式被加入了一个index 就是FTSE for Good Busa Malaysia Index 他们加进去这个指数之后 就代表说公司的ESG 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阶段 目前的一个status 那么至于他的员工的疫苗接种方面 他是说他已经有80%的员工 已经接种了两剂了 当然他们的目标是完全100% 因为如果你的公司的员工 100%都打了两剂的疫苗之后 政府就不会去麻烦你 你这样营运方面就会比较顺利 这也是他们的目标 那么作为一间property的公司 Land banking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地库 所以他目前的land bank 是有高达2045 acres 他是说这个2000多 acres 如果全部发展的话 他的growth development value 是高达227亿的 蛮大的地库 我相信应该未来10年 够他去发展 问题不大的 那么目前的unbill sales 是有一个17.9亿 他的unbill sales 高达17.9亿 应该未来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property的一个revenue 应该是问题不大 都会有收入慢慢unbill out unbill sales 所以总的来讲 Marsing 当然不错的公司 net cash 手上的钱有个8.1亿 然后最近当然他们看到 手套好赚 他们也是iBugify 去做这个手套生产的生意 不过手套的贡献要第四季度 才会比较明显的 因为目前 如果你新set out 手套的工厂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 前面的一些set out cost 那个是跑不掉的 一开始 那么当然 这只股的股价 也是已经起了一轮上来了 OK 一年多起了一个137% NTA 1.41亿 是高过他的股价 然后current ratio 3.41倍 earning yield 12.45% 然后连续四个季度 已经QOQ都在不断的上升当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分析师 其实对Marsing都挺乐观的 他们觉得Marsing 应该未来一两年 还是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成长 他们的一个forecast 那么来临的业绩展望 11月5月 我觉得 随着他们比方说巴胜股 他们很多project 已经巴胜股这个地方 进入了第四阶段的复苏之后 然后慢慢的开放 然后他们很多side 在9月份 已经100%的progress在跑住了 所以我觉得来临11月5月的业绩 理论上应该是会不错的可能性 还是挺高的 搞不好QOQ revenue跟profit继续上涨的可能性还是有了 我觉得随着马来西亚的接风 讲到那么多还是 Disclaimer 最重要的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致富 四个字 买卖致富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惠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当初以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